我記得當時我在上國中數學的時候 當時那個代數不代毀 當然也怪自己啦 可能自己就是也沒有很認真 再加上家裡面父親這個學識也不高 當時小孩子就也很 人都是這樣都容易怪別人從來不檢討 當時就覺得委屈說是不是因為我父親他也不會 他也沒辦法教我 我沒有怪我爸的意思 我看到很多同學都有家庭老師可以補習可以問 或是沒人可以問 我那天考試也考得不是很好 結果我有一個教學老師姓白 叫白正芳 我很想找到他 在我眼睛裡面我覺得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老師 那麼他就問我說 你哪裡不高興啊 我說我這個就是不會啊 然後我就順便塗了一點苦水 我說啊我就沒有人教啊 老師說那上課你沒好好聽 結果當然這一點是我自己不對的 結果後來老師就花了兩分鐘還不知道三分鐘就講了一下 我發現我就開竅了 我就很感謝他 那後來我代數好像非常好 就是我代數 那是我數學裡面最好的 但是他就教了兩三分鐘我就會了 當時高中 如果讀自然組的話 歷史是基本上 不是就是如果沒記錯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說 是點綴課啦 就是說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上 可以一兩個小時一直一次 我記得還是要上 不是不用上 但是考是不用考 那當時我記得 我的一個歷史老師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叫應後部 然後他很好玩 他是一個 大陸來的一個 退休的一個老師 哇響音非常的重 我如果沒記錯呢 歷史好像一百分 所以他就覺得說 欸你怎麼這麼無聊 你這個自然科 歷史讀一百分 你是脫科壞掉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 我當時最喜歡的東西是 棒球 因為我在我的年代裡是沒有電視 所以我記得當時 這不知道我小學幾年級的時候呢 突然間開始有電視 都是黑白的 黑白大概是我們那一排 大概七八間房子裡面 有一家買的電視 所以我們大家就只能到他家去看電視 我記得當時 比較有理由去的就是 少棒隊比賽 紅葉少棒 可能有時候半夜兩三點還跑去他家看 他說全台灣 大概比賽沒有一家不開電視 記得最清楚的是棒球生 那後來隔了幾年 我們家也開始有電視了 記得大概是 我國中的時候開始有電視了 那當時最記得就是什麼 那個什麼 保鏢 可以演一百多集 聽說蔣經國都看 當時聽民間謠談說 因為蔣經國喜歡看 所以就故意延長好幾集 當時收出率很高啊 那個聽說那收出率50% 後來可能還有包公 大概就這幾個連續劇 大家看得比較多 中文大學會去畢業以後 當兵嘛 當兵完之後就到台大當宿教 當宿教的時候就申請出國 當時我想說回來當個教授 覺得還不錯 那但是當時就有想法 因為在學校裡面就知道說 你如果要當教授 沒有拿一個國外的博士 就 人家也看不起 學問也不夠 就是說 那就在台大當宿教的時候 就去補習進修啦 就補習阿依托 出國之後念書 然後我當然就是全額獎學金啊 因為我也沒錢那個 所以 全額獎學金 然後 念完書就在美國做事了 在一個很大的藥廠中 這個 做了兩年 就我們到陽明大學教授 好